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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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剛才說到你的義務根 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會有一個 我的理解就是 每個人身上可能都會有一個根 而這個根是有意義修行的 你剛才說的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我沒聽懂你說 說我們六根 六根是指得我們的野耳鼻舌生意 這是個概念 佛學裡面的概念叫野耳鼻舌生意 就是叫六根 對應色聲香味觸法叫六成 野藉色就是野食藉 野界采生認知叫野食界 叫野食界 這是佛學裡面的十八界 對人體的一個 對我們自我世界的一個 建立起的一個明眼系統吧 明相系統 就是說它把人類叫 一耳鼻舌生意 叫色聲這個外層 你對應的世界叫色聲香味觸法 佛學裡面有很多分類的 比如把人也叫 四地水火分 十六大 也這樣分 或者叫五用 色色色色小行使 心境裡邊 這都是為講法的方便 建立起來一個分類 那現在西醫不是把我們叫 筋骨皮毛神經大腦小腦 腺體 這也是個分類啊 就是你把你當成什麼 西醫把我們當成骨頭皮毛啊 什麼這些 這是西醫的說法 你這個東西叫皮膚 這是人力給起的名字啊 你從小生下來 沒人告訴你這叫皮膚啊 這是個名字啊 它不是天生就叫皮膚的啊 它不是裡邊那個天生就叫骨頭啊 這都是起的名字啊 就像你天生不是叫這個名字 是你媽給你起的啊 包括我們的這個肉體 叫什麼 也是很多醫生起的名字啊 因為中醫學院要 西醫中醫要講嘛 你要給學生講課啊 你不能建立起這樣一個名言系統啊 西醫叫這樣 中醫叫五行啊 陰陽平和啊 水木經活土啊 對於五行啊 對於氣脈 對於那個 植物流柱啊 對於太陽系啊 對於時空界 這也是個系統啊 他這樣 但到底到底我們是神經的 神經系統的啊 還是血液的啊 還是氣脈五行的 他只是接力氣 你啥也不是 說句老說 你從來就沒有思考過 你是個什麼東西 都是別人告訴你其的名字啊 因為剛才我理解 你說的意思是 是每個人都會有一個修行的捷徑 就是我的問題是 我們如何知道自己的修行捷徑是什麼 佛給我們選了一個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受苦受難啊 覺得自己不自在 就是這個野耳鼻舌生意不自在吧 就是身體得病了 不自在 我們想飛 飛不起來不自在 我們想 你看著 每天迷迷糊糊的啊 心想不能心想事成啊 很多願望啊 都滿足不了 而且被這個世界 你看別人說啊 什麼這個環境不斷在轉 最重要的是 佛學裡邊有說 就算你活得很開心 生老病死你改不了 不管你在這個世界多偉大的人 你都有生老病死死苦啊 佛學裡邊是解決這根本苦的 它不是解決你那一點點煩惱的 它是帶你從這個生老病死裡邊解脫的 從時空裡邊解脫的 所以這層佛學裡邊很重要的就位大 它 釋迦牟尼佛來就是解決生死輪迴的 而且你 你還不是這一道啊 它告訴你啊 我們還有畜生道 我們看見的畜生道 還有其他道 地獄道 惡鬼道 還有天人道 天魔道 這還是玉界天 還有其他維度呢 就我們現在有欲望的時候 我們就不停地在這六道輪迴 這個人道死了 你就投胎到其他道去了 而下山道 畜生道 惡鬼道 第一道叫下山道 很苦知道吧 所以人歷史很不希望到下山道的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會不會下去 所以我們想起來就很恐 有的人會覺得很恐懼的 那不知道還好一點 知道的就覺得 哎呀我別掉下去是吧 當然有的人也不怕說 掉下去是個別人是吧 上輩子就這樣說的 所以這輩子來了人道 那就這樣子 但是我們現在要出去 有的人就很相信 釋迦牟女佛說的話 說 嗯 我就 我就要出去 我就不做這種沒把握的事 下輩子下去上去 是誰 我不想了 我要這輩子就搞定這件事 你要這種人也挺厲害的 他說這輩子要搞定生死輪迴的問題 所以叫修道 修道所有的問題都是 那輪迴是有個你在那輪迴嗎 你已經確定了有一個你 你要死亡 你才輪迴嗎 好 那就修這個東西 這叫見假修正 就是這個東西在佛學裡邊 首先他就把你定義你是虛妄的 你怎麼這樣定義呢 你是真的假的先別說 你怎麼能一開始覺得你是假的呢 因為你覺得自己太真實了 然後繼續輪迴 那佛建立一個系統來知道吧 把你這個肉體 他先給你分成叫野耳鼻舌生意 這樣你能夠理解 我這個六根 這樣講問題的時候 講法的時候方便嘛 你就知道 他一說野耳鼻舌生意 你就知道 說我呢 說我這個肉團團了 說我這個東西呢 是吧 他說你從耳根修 從眼根修 從鼻根修等等 從哪一個根來停下 他說你現在 你輪迴是因為有一個你啊 他說你現在先把這個你破掉 有一個你就有實際的空間 你就有生死兩端 有生就有死 但是呢 他說你先把這個我破掉 有一個你就要流回 那些無我怎麼流回呢 所以佛學這就是 對於其他宗教不一樣的 他一起步就要無我 你看道家呢 說一起步我要長生不老 是有我的嘛 那佛學是說 一起步你就要先起步就是無我的 但無我大家不會理解說 無我的 那總要給我個目標嘛 我無我到底想幹啥 我只不過想在這個世界活得更快樂 更好一點 那一開始對人力說 你要無我 誰會修啊 我說有一個目標就是你會成佛 如果你無我的話 你會成就無上正等正確 這叫佛果 這個果位就叫大自在 這是給你設定了個獎勵你知道嗎 如果你坐在這兒 你從一個眾生你開始進入無我 不斷地修 最終 你是借甲修正嗎 你把這個東西破完的時候 這就是我一直舉例的時候 如果把佛扁出大海的話 這個這個你這個肉體就是大海上的波浪 知道吧 現在你要把這個波浪提下來 想太大海嘛 你要回到佛嘛 是吧 破我直就是回到佛 回到佛的基地 那是不是啥也不小 所以你看很多修學都坐在坐地上不動嘛 修定嘛 所以那個海浪就提下來 但是如果海浪是假的 設定不是海浪是假的嗎 那大海怎麼能成真的呢 海水是假的 大海怎麼能成真的 所以當它定下來的時候 海水跟大海同樣拋棄 佛也沒了 佛也沒了 沒有眾生佛也沒有 知道吧 我看兩邊都 這 你知道這個時候留下來的就叫佛嗎 起個名字叫佛 就像你媽給你起個名字 你生下來 你生下來 你生下來你媽起個名字叫佛 那叫空性 如果能夠理解一切都是空 人 佛 那這個時候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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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吵架 不出來的那樣回 不 還要回到 回到 你那個蠟花要停下來嘛 你那個蠟花要回到大海 你才能知道大海是空的 蠟花回到大海的過程需要很久 你知道嗎 那個蠟花 你知道你那個蠟花有多大嗎 十二級颱風那麼高 那你那你一下子就明白了 那是不是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你都誤了這說 可以可以 你還是不聽著這個了 我建議你呢 因為這些概念你不熟 我建議你先看看冷眼睛 接著系統的感 还是在一个现实生活中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心愿 就是很想找到我自己的连生正道 问题是我们来这儿是干啥的 你要搞清楚 佛学里边从最初我们来到 我们投胎来了 你先相信你是投胎过来的 你要连轮回都不相信的话 我就不出佛学给你讲了 好 OK 如果你相信轮回 你是投胎过来的 胎生的 你妈你爸通过信 让你胎生出来的 是不是 其实佛说无情不生娑婆 无爱不生娑婆 你没有情欲 你是不会来这个世界的 所以你来这个世界 我一直觉得你是来寻找爱的 你来这个世界的目的 投胎 因为你是因为父母的胎生 所以他们是通过情欲来 把你生出来的 他们不是通过喝咖啡 把你弄出来的 他们是两性交合 精致难诊把你创造出来的 是把你投胎过来的 他喝咖啡的时候 你没办法投胎他 你没有从他肩膀冒出来 是吧 所以你切身生下来 你就是性的一个产物 知道吧 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情 这个性里边包括 友情 亲情 爱情 所以度友情 所有的 你看所有的人都在 亲情 友情 爱情里受伤 为什么 因为他想永恒 亲情 友情 爱情 永恒 所以显然他是想来这个世界 把这三个东西摁住的 让这三个东西永恒获取的 他来的目的很明确 亲情 友情 爱情 永恒 美好的全有恒 不好的全部通通离开 但是他忘了这三个东西的 坏 虚妄 生灭跟虚妄 知道吧 所以所有的人都在 亲情 友情 爱情里受伤 就是这样子 看清楚这一点 这就是你最新的目的 看清楚了 你就会成道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是出于人成道的 这叫看清实相 这叫度友情 看清楚爱是什么 你妈爱你是什么 你爱孩子是什么 亲情 友情 龙转 让你龙转 让你在我们叫欲界天 你手斜地看清楚这一点 当然不一定说 看清楚你就成佛了 你还有社界 无社界要出呢 所以我们最终不是成道有三漏吗 一个是欲漏 就是说你认为有情欲 你在漏实能量 漏实你成不了道 你每天修你每天漏 还有有我在漏 社界天众生没有情欲 但是他有一个我是光 他有一个我在那 这个我也漏 这叫无明 他觉得有一个我是光 他是光明 他没有欲了 但是他有一个我也叫漏 这叫第二个漏 有我也漏 还有一个根本无明漏 就是你刚才的问题 我是怎么从佛变成众生的 这种问题 有一个佛像 有一个众生像 这叫无明漏 这也在漏 这三个同时存在在 我们有情众生身上 所以我们要破 才进入漏镜通 这就是你说的漏镜通 这是佛学里边 最根本要获得的神通 叫漏镜通 如果获得这个神通 其他五通可以不要 因为其他五通 其他五通呢 你投生到那一间就有 比如说你要天野通 你当了天人肯定有 你去极乐世界也有 天生就有五通 生下来就有 莲花化生嘛 就是你说的人力的五种神通 但是独独没有漏镜通 就是这三个漏在漏 没有这漏镜通不能获得 你就不能成就 你就不能成为圆满的一个佛 知道吧 你对空 领悟 佛说空说有 只是因为你执着 才谈这个空字 它的空力 比空性 它谈空性 不谈空虚空 知道吧 你现在对空的了解 因为你着笑 所以了解呢 空就是虚无 或者什么也没有 或者是无形无相 或者是虚空 但佛说它空性 知道吧 空性里边包括虚空跟有 所以空性里边 什么都存在 所以你知道 一个佛是什么吗 当我们修正的时候 佛说定义这个佛啊 你知道怎么定义空性的 定义如来这个境界的 离一切相及一切法 当你破解一切相的时候 如来是一切 你知道这就是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啊 你能活成这种境 你现在根根于怀认为 你就是这个六根 你是个男人 知道吧 你能活成宇宙 一切都是你 连太阳系 银河系都是你吗 你能相信这种间谛吗 如来是一切啊 如来是一切啊 你可能不知道 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佛学的基本感 但你相信银河系 跟太阳系吧 这很大了吧 佛说银河系跟太阳系 在如来的心中 在你空性的心中 如片游一点太虚拟 如一片游这么小 空性有七大无外 七小无外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我们现在一说 哇 银河系 太阳系 觉得哇 好广大 你的头脑中有文字像 我说银河系 你头脑中会建立起一个 哇 就像学翁那样的一个图像 这叫文字像 那你也说很大嘛 银河系很大嘛 肯定是包含地球在内吧 我不是在跟你谈宇宙 我在谈文字像 比如说你说珠海 你也肯定不认为珠海 就这一个房子吧 珠海很大吧 有海有山吧 有 珠海很大 你知道宇宙也是你 包括我说任何东西 包括假如你从北京来 那北京你也觉得很大 你心里边在你的认知里边 那可能一大堆 可能你会 如果你去过故宫的话 你会以故宫为主心 好大一片 是吧 这叫文字像 宇宙万法都是我们心中想出来的 都是你的文字像 世界空间 都是重心的妄想导致的 包括山川河流 包括你认为的喜马拉雅神 很高的 或者是猪马拉雅风 中国很高的世界 在你正如空性以后 这些东西 都是幻性 时间和空间的这种 虚无性 我能够理解一点点 你有像 这就像金刚经说 当你着像的时候 你又有了速度 速度也是个假的 都是假的 你只是拿另一个来带起这个 去说明这一个的时候 如果在你的意识层面 永远用这一个来破这一个的时候 你永远在人力的二元对你的系统里折腾 这个是无法了解空性的 知道吧 你要停下你的意识 停下来 停下来不去思维 才能知道如来之道啊 如来的空性是什么 撇除鞋耳鼻舌生意 不去思维 不去想这个 不去想俩别 你不能说是 我对时空了解 他希望因为加上速度就是思维 你又找思维的想 对吧 你说他超光速 就连像也没了 你又找了超光速 你只要用概念去思维 你永远不知道空性 所以最后不是说空性不可说 道不可说 最后释迦牟尼佛的心法是 捏花微笑 你了解就了解了 不了解就是不知道 就是这样 不可说 因为一张嘴就戳了 因为一张嘴就由某个概念 来去解说一个 无法说清楚的 那一个概念是有局限性的 就给他起名了 起定义了 就是这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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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